大家好,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shorty space的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可以找出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那我们称它叫opels shorty space 那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的问题 那这个演算法它可以针对这个图形 就算它有长度为负数的边也没有关系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两个最短路径的演算法 那一个是digestra的演算法 那它的速度比较快 只是它只能针对每一条边的长度都大于等于0的图形 才能够正确的找出最短路径 那认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其实有一种做法 就是我把每一个点当做起点一次 跑点数那么多次的digestra的演算法 其实也可以找到任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那这种做法针对每一条边的长度都是正的图形 其实还不错 只是如果图形有长度为负数的边 那你又要把每一个点当做起点跑一次那种 单一起点到所有终点的最短路径的话 那效率就会比较差 因为Bearman and Ford的演算法 它的时间复杂度至少是点数乘以边数 那你又把每一个点跑一次 所以就变成点数平方乘以边数 那万一边数很多的话就有可能要到点数的四次方 那这一节所介绍的这个dynamic programming的演算法 它可以用点数三次方的时间复杂度里面 可以做到把任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找出来的效果 那它的时间复杂度其实看起来跟Bearman and Ford的演算法类似 那这边说它不可以有长度为负数的cycle存在 应该说如果有长度为负数的cycle存在 那当然它没有办法保证它找到的是正确的答案 实际上有没有长度为负数的cycle存在 这个演算法是可以判定的出来的 好我们后面先来介绍这个演算法 好这个演算法它其实也要算一个二维的阵列 二维的矩阵 那我们把它写成AKij 那这个AKij它的意思是说 我算出i到j之间最短路径的长度 那这个K代表的是说除了起点i中点j之外 它中间所经过的点最多就是到K那么多 那你说什么叫做到K 那我们就假设说它的点的编号是从0123 就是用阿拉伯数字大于等于0的阿拉伯数字来编号 那它中间所经过的点最多就是到K 那当然它中间的点如果从1开始编号也可以 反正就是那个数字稍微改一下就好 那它这个AKij的算法 AKij的算法只要就是这个数字 它就是说我中间最多可以经过到K 这这个点 这些点它的最短路径的长度 它是等于 假设我只经过前NK减一个点的最短路径长度 或者是说我就从I找到K这个点 它的最短路径 然后中间只经过前K减一个点 跟从K这个点到J这个点的最短路径 然后中间也经过前K减一个点 这两个最短路径相加 如果比原先的最短路径还短的话 那我就可以取代原先的最短路径 那其实它的做法主要就是这个数字 然后初始值的话就是A-Eij 那也就是代表说起点终点 直接走到终点 然后中间不经过任何的其他的点 所以它的长度就是I这个点到J这个点 中间的那一条边 如果有边的话就是它的长度 没有边的话那这个值就是无穷大 好后面先看一个例子 好这个例子很小 只有三个点那分别是012 所以我用一个三维的矩阵 它index也是012 好那刚开始这个是A-E 那接下来我要算A0 A0怎么算 我就看D0列跟D0 如果我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如果比这个数字小的话就取代它了 那6加4等于10没有比它小 所以不取代 6加11等于17没有比它小 也不取代 然后3加4等于7 比这无穷大小 所以这里就可以取代成7 然后3加11没有比0小 也不取代 所以A0实际上就只取代这个数字 这个是A0 那就表示说我可以 我2到1这一个最短路径 我可以先从2走到0 然后0再走到1 0再走到1 它的长度是7 好再来换A1 A1我就找D1列跟D1行 那这两个6加4没有比0小 2加4A比11小 所以这里就取代成6 然后6加7没有比3小 然后7加2没有比0小 所以没有比较小的就不取代 所以A1就只有取代这里变成6 变成6 那这个当然也代表0到2的那一条路径 可以先从0走到1 E再走到2长度是6 比原先的还要小 好最后再算A2 A2就看第二列跟第二行 那这个3加6没有比0小不取代 7加6没有比4小不取代 3加2比这个6小 所以这里就变成5 7加2没有比0小 所以不取代 所以最后的A2 A2就只有这个地方用5取代 用5取代 那当然这也代表1走到0 那它是先走到2之后再走到0 那这条路径比较小 所以这个就是认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长度 那可以再用一个比较大的例子再跑一次 好这里有6个点的图 那它刚开始A-1也是认两点之间 如果有边的话就看那条边的长度 像0到1这条边的长度20 那0到2这条边的长度是15 那0到3到4到5都没有边 所以它们的长度都是无穷大 所以这里就是一刚开始这个图形 可以直接把它写进来 好那接下来我要找A0 A0就找第0列跟第0行 那这个时候有很多无穷大的 那无穷大的就不要管它 所以只找不是无穷大的 这个2加20没有比0小不取代 2加15 17比这无穷大小 所以这里就取代成17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无穷大 就不用管它 所以A0的部分只有改变这里17 好接下来换A1 就第一列跟第一行 那第一行这里只有这个20 不是无穷大 所以只看这里 2加20没有比0小不取代 20加17等于 37没有比15小不取代 20加10等于30 这里可以取代成30 20加30等于50 这个比无穷大小 这里取代成50 所以A1就只有改这两个数字 好再来换A2 你就看第二列跟第二行 好这边无穷大有很多 那这里有两个不是无穷大 这里有两个不是无穷大 所以只看不是无穷大的部分 15加4 19比这个无穷大小 所以这里取代成19 17加4比这个无穷大小 这里取代成21 15加10比这个50小 所以这里取代成25 17加10比这个30小 所以这里用27取代 所以就只有改这四个数字 这是A2 好再来换 要算A3 你就看第三列跟第三行 第三行全部都是 都不是无穷大 但是第三列全部都无穷大 这个就变成不用看 因为这个完全不能变小 好再来所以A3完全没有变 好再来看A4 那A4第四列这里只有 第四列跟第四行 那第四列这里只有一个不是无穷大 所以就只看15 那第四行这里有几个不是无穷大 那几个都要看 好15加30没有比19小 所以不取代 15加10 25没有比21小 不取代 好15加10也没有比4小 也不取代 所以A4都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 好再来换第五列 算A5的话就换第五列跟第五行 那第五列有两个不是无穷大 那第五行比较多 所以这里就算 4加25没有比19小 4加27没有比21小 4加10也没有比4小 所以这一个都不取代 10加25也没有比30小 10加27没有比10小 好10加10比这个无穷大小 所以这里改成20 这里改成20 好那就只做到A5 所以这个就是任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 那有一些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还无穷大 显然他没有路可以走到 然后像2走到0 2没有路走到0 那2可以走到3 可以走到5 然后5可以走到4 但是好像走不过来 10没有任何路径 就这几个点没有任何路径 可以走到1跟0 所以有一些是无穷大 好那他的算法其实没有很难 好这个就是他的演算法 那他演算法其实很单纯 前面这里是initialize 是初值 然后后面这里三层回去 每一层都跟点数一样多 然后他就做这一个动作 就是I从I这个点走到K这个点的最短路径长度 加上从K这个点走到J这个点的最短路径长度 如果比原先的I到J的最短路径长度小的话 那就取代 所以其实他这个演算法也是算简单 然后时间复杂度就这个第一 这里三层回圈就是n的三次方 好那这一边就暂时讲到这里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那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还有刚刚直算最短路径的长度 那你能不能把最短路径真的找出来 好那我再看另外一份的简报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那这个是Kolman的演算法的课本 他里面所提的 那他可以用另外一个二维阵列 把这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把它记下来 那他其实记下来只记最后一个点 只记最后一个点 那Kolman这边的编号是从1开始编 所以他的Initial是从D0开始 所以这个D0像0这个点0到 像1这个点然后1走到2 1到2的长度是2 1到3的长度是8 然后1到5的长度是-4 那其他的 其他1到4没有边 所以他长度无穷大 所以跟刚刚类似 好那这个阵列 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是说 那我这个最短路径的长度 他的最后一个点就是1到2的最后一个点是1 因为他中间没有经过其他的点 所以刚开始 刚开始他这个Initial的值 其实都是跟最一列的1是一样 然后这个都是2 这个都是3 这一个不是无穷大的 这不是无穷大的前一个点都是4 这一个是5 那接下来 好接下来他跟刚刚一样 也是先算第一 那这时候也是先看第一列跟第一行 那这个2不是无穷大的那几个 2加3比无穷大小 所以这里改成5 2加8没有比较小 所以不改 2减4等于负2 比这无穷大小 好这里改成负2 好问题来了 这边要怎么改 这里改成5的时候 那他的前一个点是什么 那他的前一个点是看这里 所以看这里 看他这个地方 因为他这里是从 是从第四个点走到第二个点的最短路径 我这边用2加3 5取代原先的无穷大的时候 表示说第四个点走到第二个点的最短路径 是先走从第四个点走到第一个点 然后再从第一个点走到第二个点 那所以他最后一个点就是看第一个点走到第二个点 当初最后一个点是什么 所以如果要取代的话 他就用这个取代 用这里取代 所以刚刚说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要取代 那这边两个也跟着取代 都是用他上面这个数字取代 所以D1 D1就变成这样 他第一个 好然后再来换D2 D2就看第二列跟第二行 那所以现在不是无穷大的这几个 3加1等于4比他小 3加10 3加7没有比他小所以不取代 4加1比他小 所以这里取代 4加7也取代 然后5加1没有比较小 5加7也没有比较小 所以有比较小的是这个 是这个 还有这两个 那他的最 他的最后一个点 都是用这个2来取代 这边这三个就全部改成2 就全部改成2 好然后再来换D3 D3就看第三列跟第三行 那现在不是无穷大的就越来越多了 那就要检查比较多 好再来看这个4加8没有比较小所以不取代 4加5好比这个5小所以这里要取代 那同样的这个地方就用这个取代 就用这个取代 好然后5加8没有比较小不取代 5加5也没有比较小不取代 好然后11加8没有比较小 然后这个也没有比较小 好那所以唯一要取代的是这里取代成-1 这里取代成3 好再来换D4 好第四个点就看 第四列跟第四 那你就发现 哇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无穷大了 所以显然所有的无穷大都会被改变 所以这里2加4没有比较小 -1加4没有比较小 -5加4好这里改成-1 然后-2加4没有比较小不取代 2加1这里改成3 然后-1加1没有比较小 -5加1这里改成-4 然后-1加-2这里改成-1 然后-2加5这里改成-7 -1加5没有比较小 这里没有比较小 好5加-2这里改成3 然后-2加6这里改成8 -1加6这里改成5 -5加6这里改成1 好大概是这样 那刚刚所有改的跟这一行有关的 就全部改成4 然后跟第二行有关的就全部改成3 跟第三行有关的全部改成4 然后跟第五行有关的就全部改成1 基本上就这样子 那所以其实这边没有很难改 就是这边改的时候就跟都跟他一样 好最后一个 第五就看第五个点 所以就看第五列第五行 那现在也是每一个都要算 那不过反正这个电脑再算5加-4这里改成1 然后1加-4这里改成-3 然后6加-4这里改成2 那其他的可能就比较没有改了 因为好像其他的就都不会比较短了 就不会比较短了 好然后看起来好像其他的都不需要改 所以就这三个那这三个他的最后一个点就改成这三个 这边改成3这边改成4这边改成5 这个是第五 这个是第五 好那最后那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就找出来 最短路径长度找出来 那我举个例子像这里是4到3 那4到3最短路径是什么 他说4到3最短路径的最后一个点是4 那其实就是4直接走到3 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像这里是1到3 那1到3的最短路径是-3 那这个最短路径怎么来的 那我们就看这里 那就是他最后一个点是4 所以就是3之前的那个点是4 那我们再看 就是1到4 1到4的最短路径当中最后一个点是5 所以就4前面那个点是5 然后再看1到5 好那1到5的最后一个点是1 所以1到3的最短路径就是1走到5 走到4走到3 1走到5走到4走到3 这条路径长度是-3 所以其实记这里就等于把认两点之间的 所有最短路径全部记下来 那这个就是认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演算法 那这个演算法我们通常称他叫Froyd-Washington 那这个显然是两个作者啦 OK那我们认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演算法就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